比赛开始之前我先来公布一下小组赛第五场的成绩 俯仁大学胜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的比赛现场 我是本次比赛的主席马晓萌 首先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正反两支队伍 正方上海交通大学欢迎你们 正方一辩上海交通大学李学阳 二辩请进闻 三辩也超 四辩吴炳亮代表上海交通大学辩论队文后各位下午好 好的谢谢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反方淡江大学欢迎你们 反方一辩淡江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周一军 反方二辩淡江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徐燕函 反方三辩商管学院运输管理学系二年级黄茂雨下午好 反方四辩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蔡成勋 淡江大学问候在场各位 谢谢 下面我宣布小组赛第六场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将进入的是陈词阶段 首先有请正方一辩进行陈词时间是三分半请开始 谢谢主席大家好 婚前财产公正简而言之就是公正机关来确认双方婚前财产的多少明确债务承担的主体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所公正的婚前财产与婚后经营所共有的财产无关 婚后财产如何运用如何分配 其实还留待婚姻双方的选择 而所谓保护或伤害婚姻不能简单以婚姻存续的时间长短为判断 而更应该关注婚姻的质量 及其中的个体是否感到幸福和满足 我方认为婚前财产公正是对婚姻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微观的制度设计来看 婚前财产公正能够削减婚姻中双方家庭的顾虑 让两人的结合更加紧密有利 我方愿意相信每一对即将踏入婚姻殿堂的情侣 彼此坦诚信任在了解的基础下许下终身相爱并这样的誓言 然而结合中国的特殊语境 家庭在婚姻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 婚姻不单单是恋人双方感情的见证 更是两个家庭社会关系的融合 两个本不相识的家庭要结成亲家 彼此的父母亲友难免对你的终身大事放不下心 不确定那个他是不是你终身的两配 而经济问题作为双方结伴过日子的物质基础 不免是单亲中的重中之重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作为父母 女儿又出嫁了 我们当然会担忧男方是否在经济问题上有所保留 如果我们是子女 年迈的父母想要和自己的老伴再婚 我们却生怕他带着一身的积蓄却被人欺骗 这种种来自双方家庭的顾虑 都会影响婚姻的顺利进行 因此进行婚前财产公正 恰好能够打消对方家庭成员的顾虑 获得他们的信任和祝福 是对婚姻的一种保护 再从宏观的历史演变来看 婚前财产公正为婚姻的概念诸如时代特征 更新人们的观念 婚这个字从构词上来看 就是女字加一个婚 意为男性将中意的女性一棒子打晕拖到山洞里 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 但它反映了在原始社会当中 婚姻代表的是男性之间的力量绝逐 到了封建时代所谓不为七刚 强调的是丈夫对妻子的绝对权威 弱化甚至无视妻子的人格 意志和自由 然而随着社会进步 传统的婚姻观念在新时代下面临新的挑战 具体来说个体意识不断决心 两性平等深入人心而伴随着中国的跨越式发展 财富的大量累积和社会阶层的分化 让经济这一期在婚姻关系中愈发敏感 高达10%的离婚由经济问题导致 越来越多的情侣因为财富上的分歧 无法走到一起 面对这样的现实 我们不得不承认再去一味强调婚姻的纯粹 而逃避经济问题的争议 无异于自欺欺人 而作为一项法律制度 婚前财产公正认可婚姻的复杂性 让大家明明在乎经济 关注财富的情况下 不再畏惧将它开诚布公 用一种更加人性的方式来理解婚姻 因此我方认为 婚前财产公正是对婚姻的保护 谢谢 谢谢正方一辩 接下来有请反方一辩进行陈词 时间同样也是三分半 请开始 主席评审对望病友 这场各位大家好 婚前财产公正是 到底是伤害还是保护 我们认为婚前财产公正是一个区分的概念 但是结婚是区分的概念吗 我们先从试词来看一看好了 在1994年佛教 佛教联合婚礼上面 说夫妻的结婚是同舟共计相依为命 但是记得要做财产公正 再来在基督教 基督教事实中也说 在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 健康或是 健康或是 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 健康或是疾病 忧愁或是 忧愁或是 无论是 在婚姻关系当中 今天开始我们要 我们的婚姻 我们要共同去承担 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以及义务 难道在2014的今天 我们只剩下一句话说 记得要做财产公正吗 从以上的婚姻事实中我们可以知道 婚姻的主要构成要素是 是不区隔 而不是以 更不是以保护离婚后的自己为前提 但是我们看看今天正方的论证 他保护了什么 保护的是个人的权益 以及资产的保全 保护婚姻应该是要保护婚姻不被破灭 才叫做保护婚姻 现今的社会离婚率非常的高 离婚率那么的高 当然原因有很多种 可能是家中婆媳问题 或是两方不合适 或者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冲动的去结婚 但是我们还要有一个方式去使离婚 使大家结婚之前先想一想离婚之后的可能吗 这样不是还会使离婚率继续的攀升 我们认为婚前公正是一个集合名词 有分婚前就做进行公正跟婚后进行公正 婚前进行公正有两种 婚前进行公正的人的心态可能是 他为了想要证明爱情 证明我是爱他的 所以我把我所有的资产给他看 那婚后进行公正的 他的意图可能就是 在两个人已经身处在婚姻关心当中了 为什么他们还要刻意划分财产 为什么还要分清哪些是我的婚前个人财产 哪些是我们婚后共同拥有的 这样已经是对这种婚姻关系是一种不信任 是一种动摇了 我们何必再去做公正呢 婚前财产公正到底是保护还是伤害 取决于双方的当事人 一段关系的长久和圆满 一段关系的长久和圆满 应该是控制在自己的人的手中 我们要保护到是婚姻的价值 还是金钱的利益 好的 谢谢 稍稍有些紧张 对方同学您好 对方朋友您好 刚可能就是你们陈词的时候 感觉听得不是特别清楚 请您能不能先概括一下您方两个论点 我方论点主要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今天我们如果去进行婚前财产公正 无非是对于信任上的一种信任上的一种信任上的 所以当两个人因为彼此信任而结合的时候 不应该做出这种事情 所以说您方就是这个论点 因为对信任有伤害 所以您认为是对婚姻的伤害 对吗 是是是是 一定不能够加强 您好您好听我说 今天您就认为不信任就是对婚姻的伤害 对不对 有婚前财产制度之后 我们发现了它 您认为这个东西 难道不信任是因为婚前财产公正制度造成的吗 对没有 我说不是的 没有错 可是我们就发现婚姻已经这么多原因造成它不信任 您方何苦还要再这么做呢 哦不对不对 是本来就有不信任存在 今天通过婚前财产公正制度 我们把它发现了 哦 把它发现了 所以您认为如果有不信任在 但是我们不发现 所以他们就不会进行婚姻的过程了 您听我问题好吗 我们糊里糊涂结婚了 就是对婚姻的保护吗 哦 至少他们可以尝试去做磨合 尝试去建立彼此的信任 哦 对 所以一旦不能磨合就去离婚 这才是您方认为对婚姻的保护 哦 不是 所以说这个不信任跟婚前财产公正制度没有关系 再看您方今天认为 保护就是让婚姻长久的延续对吗 哦 当然 所以一段没有质量的婚姻 丈夫一天天天打妻子 你也让他一直延续对不对 好的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双方 那接下来呢 有请反方二便进行质询 时间是两分半 请开始 我去答 对方便 您好 您好 首先想请问一下 婚前财产公正可以分为你提出 和你的另一半要求你提出 这样没有错吧 嗯 没错 对 很好 那我们想确认一下 您方知道婚前财产公正 可以分为婚前进行公正和婚后进行公正两种吗 但是婚前做它的效力和它的执行力会比较强一点 您知道嘛 可以分成婚前婚后进行 对 没错 好 那对方便 我想请问一下 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 今天你要提出一个婚前财产公正 请问你会基于什么样的心态去进行这个财产公正 嗯 我会基于说因为我的父母担心我男方 哦 我的恋人他的经济方面有所保留 您的家人会顾虑对方可能是爱上您的钱 而不是爱上您的人 对不对 不 不 不 我的家人会想要知道 他的经济状况到底是如何的 家人想要知道您的经济状况 其实有很多种的方法 他们可以申请财产清测 他们可以要求 他们可以要求对方出示他的存折 财产公正并没有清查对方存款的功能 对方便有这样到底如何能够消除 您方家人对您的顾虑 在我方看来 您方这样子提出这个婚前财产公正 基本上只是想要保护您个人的财产利益 保护您的财产 不会被另一半所瓜分 这是一种基于利己的心态 一种比较自私的 可以是我方解释吗 因为婚前财产公正 我们先进入下一个问题 好 那我想问 如果是在您的另外一半 会基于什么样的理由 要求您提出财产公正 可以是我的另一半的父母 他不清楚我的财产状况 所以希望我刚刚已经告诉您了 如果他是担心您的财产状况 他可以要求您出示您的存折 或是申请财产经测 我方已经告诉您 婚前财产公正 并没有清查对方财产的功能 可是您方没有听我方解释啊 因为婚前财产公正制度 是一个有法律效力的制度 对 现在问题就是在于 这是有法律效力 您方家人对您另一半的顾虑 已经严重到了需要上法院公正 让法律来证明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您方 难道不是对两个人信任之间 无比的伤害吗 所以您方 好 这方便哦 那再请问您 您方的婚前财产公正 到底是保护了婚姻 还是保护了个人 离婚之后的财产利益 他能够保护这个婚姻不走向离婚 能够保护这个婚姻的存续吗 其实保护婚姻最重要的是 婚姻当中的个体 他感到幸福 他感到满足 如果一个婚姻 它的质量是很低的 一个丈夫天天家暴 您方要如何论证 婚前财产公正可以减低家暴的频率 可以减低 可以增进婚姻的质量 当然不行 可是我方告诉你 今天就像健身一样 我健身可以提高我的身体 继续代表 谢谢 好的 谢谢 接下来呢 有请正方的三遍进行质询 时间是两分半 请开始 好 谢谢 Double 你好 Double 你好 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 是 他们想要结婚了 对 彼此互相信任 嗯 他们的信任 可不可以诋毁他人的诽谤 什么意思 就是说别人跟那个女生说 其实你这个男的特别花金 你这对于结婚的两个人 这需要两个人去过滤 外面的流言肥语 对 靠这种信任 对不对 是是是 这种信任如此之坚强 什么意思 以至于一谈婚前财产 他就不信任了 如果这时候像您方刚一辩所回来 我家长还去 所以我去做公证 Double 谢谢 我觉得这样双方 并没有过滤流言肥语的功能 谢谢 是 我开始问了好吗 好 我们再说今天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时候 您方讲的是一种信任的损害 请问你没有婚前财产公证制度 两个人要结婚的时候 会不会谈财产 或许会 或许会 但应该是要说 或许会 我说 Double 我要讲一个情况是 我们两个想的是情侣 那我们今天要说 谢谢 好 那我们未来过了多 我们怎么样分这笔钱 而不是今天要去有一个第三者 根本不光我们两个人去公证啊 谢谢 好 谢谢 所以说没有婚前财产公证 你方也会谈钱 现在放在公开的台面上谈 这个感情就不复存在了 这段感情也会脆弱 Double 我们认为不应该直接说我要开始谈钱 是很多东西 应该是要给予彼此的信任 达到一个默契啊 谢谢 我们再来看您放一个自我 请问你两个人结婚之后 你的牙刷是不是还是你的牙刷 我的牙刷是吧 我老婆也许可以用我牙刷 你的银行账户 还是你的银行账户 我老婆想用我信任她 我可以给她用 你的内裤还是你的内裤 男女内裤可能有分别 她可能不喜欢她的内裤 你的婚前财产 却不能成为你的婚前财产 我觉得这如果敌与信任 这大家都可以用 换句角度讲 你的日记还是你的日记 我日记还是我日记 我日记是大家的日记 如果老婆今天想要看我 到底过去过如何 我跟我女朋友 现在也有写交换日记 我们想要分享彼此的日子 这不是具一种大家的信任吗 如果这时候用公正方式去说 你的我的 到底谁要去分 这感情到底何在 谢谢 谢谢 我们再来看您放三变中 知情的一个环节说 你要时刻提醒那个人说 婚前财产公正制度 是要时刻提醒他 对不对 什么意思不懂 您放三变说 如果你对一个 我放三变说我刚才没有说什么话 您放二变说 是 您放四变在被质询的时候说 你如果时刻提醒他说 要的婚前财产公正制度 是对一种信任的剥离 对不对 可是今天说死刑 是对刑罚的保护 有没有人说你时刻要去扶死刑 我觉得被必要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去做考量 所以说一种刑网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 谢谢双方 接下来呢 有请反方的三变进行质询 时间也是两分半 请开始 中央朋友您好 您好 首先想先问您 刚刚我们聊完婚前 为什么双方想要提出了婚前财产公正 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婚后 双方还要来提出婚前财产公正 好不好 中央朋友 假设您今天要 已经步入了婚姻了 那我们婚前还没有签婚的财产公正 那我们今天结婚了 为什么您方 你自己会想去提 我要提婚前财产公正 首先我方认为 这样的例子真的非常少 我发现了很多的资料 中央朋友 两个人结婚要去 中央朋友 我们先不要聊到多海少 我方也没办法论证 我方承认 中央朋友 我只想在这样的情况下 您方会具有什么心态去做这样的事 那一定是因为婚后 我发现这个人比较不靠谱 所以我还要对于我们婚前的财产 在做婚证 所以今天你会提出 是不是因为 你当初还没结婚的时候 那份理想已经破灭了 你觉得 进入婚姻之后 我有可能要离婚 我开始要保护我的财产 对方同学 关键在于 这份不信任 不是由这一个制度带来 好 中央朋友 我只想告诉你 其实你今天做这个制度 是想要告诉我 我要保护婚后的财产 就婚姻一点保护没有 中央朋友 第二个问题 财产不算是 中央朋友 为什么您配偶 希望你去做婚姻财产 这个我不太清楚 可能 他爸妈对我有疑虑了 是不是他想的事情 跟你一模一样 他觉得今天步入了婚姻 已经不像当初那么美好了 所以 我觉得 他可能用一种包装方式说 你去做一下婚姻财产吧 我爱的不是你的钱 是你的人 您能让我解释吗 我觉得更可能的情况 我觉得更可能的情况是 他的父母是与他很大的压力 比如说我要去投资 他对于我们双方共同去投资 很有怀疑 所以希望我去公正一下 今天宁方还是要告诉我一件事情 是今天这个人的关系 已经破灭了嘛 所以今天父母只要一介入 他要说好 我觉得我有可能离婚 我觉得我要来保护一家个人的财产 对不对 宁方逻辑跳太快了 怎么一下介入就要离婚 怎么那么快 好 今天你刚刚一直跟我讲说 今天婚姻 刚刚在上一个问题有提到 今天宁方设立了这个婚前财产公正 是为了保护离婚后 能够拿到自己的金钱 东北尔何来保护婚姻 我方从来都没有这么讲过 我方从来都没有这么讲过 东北尔一刚回答是说 我有可能要离婚了 我要想想我未来保护个人财产 对吧 不是啊是说我父母可能会担心 之后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要让他们放心啊 东北尔我问的是 您方自己为什么提出 我自己不会提出 我自己提出 如果两个人有 东北尔我说你已经提出 你会基于什么原因 然后你刚回答我是说 今天我觉得我不入婚姻 有可能离婚了嘛 我要来保护一下个人财产 东北尔您刚是这么回答我 不要跳动立场 这样的人非常非常少 谢谢各位 这一部分对方举证责任 嗯 谢谢 谢谢双方的辩友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的是小节阶段 那首先呢 是有请正方进行小节 进食开始 各位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刚刚对方同学的一个核心 论点叫做如果伤害了婚姻中的信任 就是对婚姻的伤害 那么也就是说不信任 就是伤害婚姻的 可是当在质询中 对方同学也会发现 其实这个不信任呢 不管有没有婚前财产公正制度 它都有可能存在 只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制度之后 不信任有的时候 可能被拿到台面上来看了 于是对方同学就认为 在这里是婚前财产公正制度 伤害了婚姻 可大家看这里不对 是因为在这边不信任被拿到台面上来了 你原来就有的不信任 伤害你的婚姻 所以在这里才是不信任 伤害婚姻 跟婚前财产公正制度没有关系 那么再换句话说 如同对方同学所讲的那样 如果我们没有婚前财产公正制度 我们就让这个不信任隐瞒在婚姻之下 也许它就会成为一个定时炸弹 在将来有一天造成你们的离婚 造成你们的婚姻破裂 难道那样是他方想要的保护吗 再看今天第二大问题 今天我方谈到财产婚姻 以及我们婚前会做些什么 大家想想在中国家庭是一个多重要的事情 你谈恋爱的时候会见见父母 要结婚的时候 会大家双方坐下来谈一谈这些事情 所以就在结婚之前 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情 更是两个人家庭社会关系的融合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两个人特别特别信任 我们俩很相爱 可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并没有相爱 对不对 所以他们更关心的是 我子女在今后婚后能不能过得好 所以在这里他们也许可能会担心 担心这个人是不是足够爱我女儿 足够爱我儿子 所以这个时候婚前财产公正制度 对于一个足够信任 非常想要结婚很诚恳的情侣来说 确实对他们双方之间没什么太大作用 可是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 他勇敢的证明我对你的孩子是真心的 我敢于证明我是认认真真的想和你的孩子 永远生活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婚前财产公正制度 可以打消那些爸爸妈妈对于小孩的疑虑 可以打消老人在婚的时候 他子女担心老人被骗的疑虑 那是不是就对他们美好的婚姻 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呢 那这怎么就不是对婚姻的一种保护呢 再看最后对方同学今天的态度是非常奇怪的 首先他认为婚前财产公正制度一定是为离婚服务的 那请大家想个类比 假如我们今天去买保险 难道我就是为了以后一定要受伤吗 我只是给自己做个保险对不对 所以这两件事情不是对等的 不一定为了离婚 再看他方 他方认为今天如果结婚了 日记牙刷甚至衣服什么 大家都可以混穿 所以他方认为只要结婚了任何的个人权利 都不再重要了 可以大家想想真的是这样吗 好 谢谢 接下来呢有请返方进行小结 请开始 大家好 婚姻再次提醒是两个人的事情 所以在聊婚姻的时候 如果今天抱持一个立场是 我今天为了要证明对对方的爱 所以我去做婚前财产公证 这时候要想的绝对不是我基于对方的爱 而是要看对方怎么去想这件事情 这个才有可能成全一段美好的婚姻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聊这个变题 聊这个变题最重要的是 不是你到底基于什么样的感觉 而是到底对方得到了些什么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今天我基于我保护 我基于今天说我要证明我的爱 所以我去做婚前财产公证 这时候我的配偶会怎么想 是不是你已经想到离婚了 是不是你已经想到未来走向离婚这条路 你为了要区隔自己的财产 你才做出这样的事情 对方这个配偶有没有可能这样想 有可能 在我们来聊另一个配偶要求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自己说好 我为了要忠贞自己对方的这个态度是 我只爱我只爱你的人不爱你的钱 所以你尽管去做吧 这时候不就像是我今天要劈腿 我开始送我女朋友包包鞋子 项链耳环也开始送 到底这样东西他感受到的是我对他满满的爱 到底这个时候背后有没有喊隐藏的那一份猜忌跟怀疑呢 我们害怕的是这个 我们害怕的是这一对情侣在看的时候 往往只看到自己的那一方 而没有看到对方在为你想什么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样的婚前财产制度 就容易产生这样的猜忌与怀疑 他没有办法去评断一个人到底在想什么 但是当有了这个猜忌与怀疑的时候 双方会非常的不信任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对方便有当时在小节的时候 讲到了一个保险的概念 什么是保险 你今天坐飞机的时候你怕追击 所以你去买了份保险 但是操纵飞机的不是你 射飞弹的也不是你 到底今天为什么婚姻里面可以有买保险的概念 买保险别忘了我刚小节第一句话是什么 婚姻是两个人的 当你今天买保险的时候 是不是就有一种心态是你自己 准备要乘上这家婚姻 准备要操纵这家婚姻进入这个阶段呢 对方便有请再想想 最后我们想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不管今天对方便有刚举很多例子 告诉我爸妈压力有多大 但是今天如果真的两个人相爱 是不是反而应该要用这样的爱去克服呢 而不是因为爸妈的一句话 你就说好我去做婚姻财产工作 没有去想对方到底在顾虑什么 谢谢 好谢谢返方的便有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最为激烈的自由辩论阶段了 那首先呢有请正方先开始 对方便有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还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对方便有婚姻在实际现实层面是两个人的事情 当然背后必须背负了许多家庭的压力 但是实际的对口闯虎还是那个两个人啊 所以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可是如果在这个时候两个家庭扮演了阻碍的角色 我通过婚前财产制度消除他们的顾虑 为什么就不是对婚姻的保护呢 对方便有根据这份资料 有40%人认为婚前财产公正进行之后会伤害两个人的信任 请问您方怎么看这份资料 还是刚刚那个问题您方没有回答 为什么我们消除了家人对我们的顾虑 就对婚姻不是一种保护呢 还有13%的人说会伤害到对方的感受 请您方告诉我 您方对于这个资料是怎么解释的 对方同学因为这个制度现在出来还没多久 它确实极大的冲击了人们传统的观念 可是不代表它的方向是不对的 刚刚那个问题您方回答一下 为什么消除父母的顾虑不是对婚姻的保护 对方便有消除父母的顾虑可以有很多的方式 不一定要透过第三人认证的方式啊 对方便有所以说有很多方式 我们也是其中的一种 所以我方也可以是不是 对方便有请正面回答一次问题 您方保护婚姻到底是保护了什么 对方同学我们保护的是婚姻的质量 不像您方认为只要婚姻延续下去 不顾它的质量就是保护对不对 东方便我想问的就是 什么是您方所说的质量 对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具体的命题来看 今天我国大陆有很多村子啊 都是氏族村子 比如叫刘家村 所以外地人嫁女儿就来 这总怕他被刘家人欺负 所以说给女儿作为婚前财产公正 家里人就放心了 这是保护了婚姻呢 东方便所以你保护的到底是 是婚姻上面性质量的质量 还是婚姻里面财产的质量呢 这跟财产有什么关系 我家人本来不放心 现在放心了 原来会成为我婚姻的阻力 现在这个阻力消除了 为什么反而会变成对婚姻的伤害呢 好那最方便我们再来看看这份资料 布兰尼和她的老公凯文 即使签了婚前财产公正 他们仍旧离婚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您方到底保护了婚姻的什么 该离婚的还是会离婚啊 对该离婚的还是会离婚 就好像今天我锻炼身体 我还是有可能生病嘛 所以婚前财产公正 并没有保护婚姻嘛 布兰尼方这是要个例推因果 就好像说今天锻炼身体对人有好处 可是该死还得死啊 注意说锻炼身体对身体 就没有好处了吗 布兰尼 这不一样 这不能够拿来类比 布兰尼我想问你的是 您方刚举刘家村的例子 那今天他保护的不正是他的财产吗 不然他怎么会觉得 他婚前财产公正以后 女儿就不会被欺负了呢 对关键就是在婚姻当中 两个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 财产是很重要的 如果财产很重要 我这个时候保护财产 让两个人都放心 为什么又变成伤害婚姻了呢 布兰尼尼方认为 婚姻是可以被量化的吗 布兰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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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Done Bill 照这样的情况 我照顾小孩的时间可以被量化 我做家事的时间可以被量化 Done Bill 这样是不是也要一起拿来工作 Done Bill 这不是量化 这是叫你的婚姻中怪你的人去放心 Done Bill 如果这不叫做量化 那怎么叫做量化呢 对方同学 你婚后还是可以共同生活 共同创造财富 那个您方这样可以认可吗 Done Bill 所以您方在告诉我 后面共同创造财富 我们已经不想聊了吗 我们今天重点是 到底今天婚前创造的东西 您方如果今天要做区隔的话 是不是只要量化的时间 金钱 什么都应该被量化 才是您方所说美好的婚姻呢 关键是之前我们量化的确实是财产 可是婚后我们共同的经营 我做家务的时间 我照顾你的时间 这些当然不会被量化 没有问题啊 Done Bill 那我已经告诉您了 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认为财产公正 就会造成两方的隔阂啊 Done Bill 那又怎样 我方都承认这个是新来的 它会对人的社会观念产生冲击 请问您在当今社会中 婚姻的观念是传统观念为主 还是现代观念为主呢 Done Bill 你有所不知啊 所谓冲击的传统观念 不就是我们传统中认为 婚姻中要信任的那部分 所以您方讲的冲击 冲击传统观念不就正好论证我方命题吗 所以您方今天觉得婚姻这个概念 是应该与时致敬还是应该复古守旧呢 Done Bill 既然会被冲击 代表这个社会还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概念 Done Bill 你怎么样告诉我 这样不是伤害呢 Done Bill 任何新的事物的产生 以进步的促使 都是不能被自由时代所接受的 所以我们要放弃这种努力吗 Done Bill 所以今天论证命题 Done Bill 你必须要承认一件事 现在对婚姻是伤害 但未来是不是保护我们有待论证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今天对方同学 跟我们描述的婚姻的状态 我认为对于大家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我写了日记不介意给他看 我的保险箱或者是我的银行账户 不介意给他用 请问您这个冲击大不大 Done Bill 这不就是两个人要互相协调 还有互相磨合的空间吗 Done Bill 你看空间还有更有 走路都用绳子牵在一起 要不要这么做 Done Bill 今天我到底要跟我女朋友 或者我老婆做什么事情 这都是我跟她的事 绝对不是我们场上七个人 可以聊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想要告诉大家 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做出婚姻之间任何事 都应该是要彼此信任去做出来 Done Bill 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比如现在婚姻法中 就归你一个婚内强奸 请问您对于这种情况下 两个人的观念变成社会的观念 这种权力意识和个体意识的觉醒 您方婚姻要不要考量 Done Bill 婚内强奸不就正式 违反某一样性自主权吗 这还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吗 所以说自主权还是两个人的事情啊 Done Bill 自主权是个体上的事情 不在今天婚姻的讨论范围内 今天想要跟对方聊的事 Done Bill 您方承不承认 您方所说的刚刚所说的那个冲击 就是论证了我方的伤害 那照您方说只要结婚以后 大家共用一张身份证就行了 只要我愿意就可以啊 所以对方同学 其实在婚姻中两个人一定会有自主权 一定会有自己权利和自己要承担责任 这个是您方一定要认清的呀 Done Bill 确实我方必须要认清一些 有些东西必须要区分 就像在法律上面的一些行为 当然身份证这种东西 不可能两个合在一起 大家想都知道嘛 但今天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 今天的财产 今天的时间 今天的家庭里面的点点滴滴 到底是不是可以用法院的一纸证据来告诉你说 确实就要这么做呢 还是应该发自内心的想想 我今天跟我老婆应该要怎么相处 这才是美好的婚姻呢 刚才我们讨论最大的区分在于 不在一个层面上 他方还纠结于小家小人小家庭 可我们讨论是婚姻作为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 对于这种社会学的一个社会关系 它要不要与时俱进 Done Bill 敢不敢承认一下 Done Bill 就算要与时俱进 那您方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到底保护了婚姻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要与时俱进对吧 所以说当我们全力意识觉醒 当我们个体的自主意识 在婚姻中越来越显现的时候 如果这个制度和这个方向是一致的 那不就是对它的保护吗 Done Bill Done Bill 今天您方告诉我说与时俱进 但是您方同时也承认了 现在对婚姻是一个冲击 我有可能会因为像刚资料里面说40% 因为我今天跟配偶隔阂 甚至有13%的人告诉我 今天我会考 因为要考虑到对方 所以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在婚姻里面生存 Done Bill 你承不承认这样的避害 Done Bill 这叫观念冲击 但不代表这是事实上的冲击 对不对 Done Bill 这就是事实上的冲击啊 如果您方的权力彰显的时候 都是在离婚以后 那这样不是对于婚姻的伤害吗 就如同封建制度刚刚被打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人也受到很大的冲击 难道民主的潮流不对吗 Done Bill 今天从头到尾还是没有论户 他到底现在保护了什么啊 谢谢 Done Bill 他现在保护的两个层次 一个是个人婚姻生活 另一个是广泛意义上受货的内涵 尽情方偏执一点 不把命题往身里挖起 虽然责坏我方实在是不公允 好 谢谢 双方的这一环节的确是碰撞的非常激烈 也是非常的精彩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入的是最后的总结陈词的阶段 那首先呢是由反方先发言 新时开始 问问这两个位 俗话说得好啊 不以结婚为前提的恋爱 是这个耍流氓 那我们再看了一下 这个以财产为前提的结婚啊 也是耍流氓 更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是 以离婚为前提的结婚 更是耍流氓中的耍流氓 我们今天可以发现一件很惊人 而且很残酷的一个事实 是今天正方他所想要张选的制度 对于婚姻无论是在制度上 以及事实上 还有所谓我们情感上 都是没有任何增加保护 而且是一种伤害 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到底制度上 他造就了什么样的一个保护 成如我们刚刚讨论的内容 大家都知道 婚前无论是婚前 或是婚后的财产认证 其实对于你婚后财产 是怎么样去做分配 其实没有关系 只是告诉大家说 今天我婚前有这么多的财产 今天我婚后离婚之后 可能可以再分多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的一件事情 就在于这里是 今天他方所告诉大家 所谓权力的觉醒 权力的保护 权力的彰显 这些通通出现在什么之后 通通出现在离婚之后 这个时点 婚姻已经呈现一个消灭的一个状况 那何来对方便有告诉我们说 多于婚姻的婚前财产公正 是一种保护 我方不能够理解 再者我们看到 情感上到底产生了什么样一个事情 我方刚刚已经透过几种区分的方式 告诉大家 无论你在婚前的时间点 婚后的时间点 无论你自行提出 还是由你的配偶提出 其实这样的状况底下 都是一种不信任的产生 为什么 如果你今天百分之百 相信你的另一半 相信你的配偶的时候 无论你是父母造成压力 无论是轻盘还有造成压力 甚至是因为你再婚之 再婚的时候 你的小孩给你的压力 今天你要告诉大家是什么 告诉大家说 我们两个的信任 已经借由法院来认证了 还是要告诉大家是 透过我们相爱 互相彼此尊重 互相沟通的过程 来告诉大家 我们彼此已经相爱了呢 他方便有可以告诉我们说 今天用个简单明了方式 透过第三方法院的公正 来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已经彼此信任 这的确是一种便宜形式的方法 可是试问大家自己内心想一想 到底是不是这样 到底这样子的信任 是透过法院 透过法律来造出的信任 还是彼此两方真的发自于内心 彼此互相对方呢 那如果照对方的逻辑来看一下 那是不是 今天财产要拿去公正 之后我们小孩 要跟谁信仰拿去公正 钱要怎么花拿去公正 最好大家约定 谁彻业不归 要付对方空床费 这样子的约定 也要拿去公正呢 大家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们婚姻之中 少了那么一点信任 少了那么一点沟通 什么事情都要来公正的话 这真的是我们大家 理想之中的婚姻吗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理想婚姻 成如我方一变的事实 已经告诉大家了 是彼此互信互赖 所以理想婚姻到底是什么样子 你理想婚姻 你可以选择 你要有高挑的另外一半 你可以选择 你要有皮肤白皙的另外一半 你可以选择 你另外一半的长相要帅 你可以选择 另外一半脸蛋要美丽 简单的说 无论你要选择高富帅 或是你要选择白富美 通通都没有关系 但重点都不是这些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要找到一个 能够真的心灵跟你契合 愿意在彼此信任基础上 两个人结婚 而且无私地分享 你们生命中 所有的一切的那一个人 所以在这边 我要告诉大家 我理想的婚姻是什么 我理想的婚姻 就是找到一个 我可以彼此相信的另一半 无论是财产 无论是我们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 我们都可以互相分享 小到牙刷内裤 大到可能日记的内容 都是一个非常 都是可以分享的一个标的 因此在这边 我要告诉大家 如果我要结婚的话 我一定是基于信任 还有我的诚信 去做沟通 不会透过法院 来认证我任何的东西 这才是我理想的婚姻 因此在这边 我想请主席 多庸便友 以及台下的各位便士 考虑考虑我吧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 反方便友 这是花了大成本 来参加这场比赛的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有请正方发言 请开始 谢谢主席 各位好 对方同学说 今天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两个人之上 他方是如何论证 婚前财产公正制度 是对婚姻的伤害的 他方说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提出 或者是双方的 在婚姻中有一个人提出 婚前财产 另外一半会怎么想 可是我们先设想一下 如果两个人 其实在财产这一件事情上面 都比较大度 无所谓 你提出 我也提出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这个伤害就不存在了 那宁方又说 如果我今天提出了之后 我的另一半会怎么想 如果今天对方一半要我提出 我会怎么想 我们会发现 对方同学在这里 都是用一个恶意去揣测 在恋爱当中的人 他为什么会提出 一定是想跟我分手 一定是想离婚之后 保障他自己的利益 那有没有可能是 他想证明 他对你的爱跟钱无关呢 如果他对我要求我提出 要求我去进行财产公正 一定是贪图我的钱 那有没有可能是 他希望之后 如果一旦发生什么不错 我们可以顺顺利益地分手 彼此走向幸福的下一站呢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这里 对方同学的论点 全部都是基于 对于双方的心理的描述 可是这个描述是不准确 或者是不全面的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 对方同学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过分强调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可是我方今天已经跟大家讲了 我们是生活在中国 不是在欧洲 在那一边的话 大家非常强调 各地的自由 可能家庭在我成年之后 跟我的关系不是很大 可是在中国 有多少恋人 他们没有办法走在一起 或者在婚姻之后 产生极大的矛盾 都是因为双方家庭 而又在这些矛盾当中 有多少的成分是因为钱 因为经济的缘故 所以我方今天告诉大家 我们假定 我们应该承认 两个恋人 如果走到要谈婚论嫁这一步 彼此之间是信任的 彼此之间肯定是讨论过钱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做这个证明是给谁看 是让我们的父母放心 所以对方同学说 如果今天一旦想到离婚怎么样 我们两个人 刚进 刚泡入彼此的婚姻的殿堂的时候 两个人是充满在一个浪漫的世界里面的 双方是不会想到离婚的 谁会想离婚 我们的父母会想离婚 当两个老伴结合的时候 谁会想离婚 他们的子女会考虑到这些问题 所以所谓忠言逆耳 如果这些人 对于我们之后的婚姻生活是重要的 那么今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制度 让他们放心 能够打消他们那些过度的疑虑 为什么不是对婚姻的保护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对方同学今天 对于一个理想的婚姻的描述 真的是理想到 让我们非常难以想象 两个人的牙刷 两个人的保险箱 两个人的信用卡 甚至是身份证 对方同学说 只要我愿意让他们拿去 又没有关系 可是大家想想看 这真的是我们大家能够接受的 理想的婚姻的状况吗 我们中国古代说 两个人要相敬如兵 可是我们看到 在对方同学的这个世界里面 分明已经不是两个人的主兵的关系 而是一个主从附属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强调两个人的结合 我们当然在婚姻当中要强调共同体 可是在共同体的时候 不代表我们要消灭个体 如果我们认为 保持一个人的主体性 是一个人一辈子都要坚持的事情的话 那么为什么两个人突然结合在一起之后 我就要为我的另一半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让渡掉呢 我方认为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最后我们再来谈一下 对方同学说 今天这个观念 为什么百分之四十的人 会认为是一种 是对婚姻不信任的表现 我方说这个叫冲击 就是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人 大家对于婚姻的理解 是像对方同学一样的 是对于婚姻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解 我们要同舟共继 我们要是共同担当 可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理解 在现实情况下 它去解释问题 或者是解决问题的时候非常无力 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 大家的个体意识 大家的男女平等的意识 以及根据财富的积累 我们大家对于金钱的关注 我们大家对于财富的 希望能够把握它的程度 每一天都在增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个婚前财产制度要做的 不是把他们强行割裂开来分出高下 而是要把他们融合在一起 谢谢 谢谢 谢谢正方便有 那要再次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感谢今天正访双方给我们带来 这么激烈的一场比赛 我们总于是